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是星期見到 今天有必要對整個局勢 來做一個說明 因為市場上很多投資人 事實上信心盡思 那麼當然在這種時候 幸好你有蔡振華 因為我們的節目 除了一般所謂投顧節目當中 常見的自我行銷 自我吹噓之外 我們還會加上很多 我行之有多年的教學行為 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一方面是我們有很多 是在這個地方取回自己的信心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解答一些事情 很多的投資朋友說 老師我現在有點害怕 第一個外資賣超那麼多 第二個國際股市這樣跌 第三個這樣殺尾盤 我有點擔心 我擔心2021年怎麼樣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你不妨好好的想一下 政華在開年以來 就跟你說過什麼 從你認識我以來 從本節目開台以來 應該我們都是一直堅持做多的 但是我的做法 會跟一般的死多頭老師 明顯不一樣對不對 什麼叫做死多頭老師 有點像義和團 在這種行情當中 跟你拍胸脯 放心好了 堅持做多 做多 做多 一定做多 這種就是喊話式的做多 我們古人的智慧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叫做虛張聲勢 你有沒有聽過 為什麼要喊得這麼用力 喊得這麼兇 喊得這麼狠 原因就在於說 有的人他可能操作的過程中 績效滿差的 或績效不髒的情況之下 用一個非常有堅定 而信心的力量 表現出很多的一個選邊站 讓你感覺到 這是一個多頭的堅定堡壘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投資人來講 很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為你跟我都知道 其實你操作時間 只要有超過一段時間 喊多是沒有用的 原因在哪裡你知道 就是我開春以來 我節目當中一直不斷的強調 為什麼節奏比喊多更重要 因為你的錢只有一套 你只有兩百萬在做 你就三百萬在做 對不對 比方說我像今天的行情 有的股票漲上來了 然後今天訂做多的人告訴你說 我們這邊有一檔新股票 怎麼樣 怎麼樣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解釋 他救了那幾支股票怎麼辦 你是要賣掉嗎 賣掉來換還是怎麼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要來跟各位講 其實做多的 對投資人來講 節奏的部分才是最重要 比方說 以今天這種行情來講 它是源自於上個禮拜 也就是在開工之後的幾天 國際股市的壓回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沒有辦法宣洩賣牙 造成這次的壓回 如果你在開工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追高 其實事實上 你今天就不會遇到 這樣子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節目一開始 就告訴各位就是說 我們是做多沒有錯 但是我希望你用我們的節奏來做 或者是說我希望你想像一下 想一下 為什麼同樣是做多 但是結果差這麼多 這裡也帶出一個邏輯 叫做2021年靠的是技巧 2020年靠的就是一股灑勁對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州縣的格局 來跟各位做分享 我來喝一口水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8523以來 就是在肺炎發生以後 去年的低點8523以來 不是一路走上來 走上來過程當中 總共遇到周K線級別當中10根黑棒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第六根 第七 第八 第九根 第十根 上禮拜是第十根 那我們來看到 自8523以來 周K線不曾出現雙黑 對吧 不曾出現雙黑 那代表這一波多方的節奏 他不曾出現雙黑 那麼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回到這個數學問題 如果不曾出現雙黑 那最好買點在哪邊 就是在黑棒的下一個禮拜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路 很多的做法的話 你是在黑棒出現的 前一個禮拜去做多 那麼你就非常有可能 會殺在低點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盤勢在 第一時間上不去的時候 你的資金為什麼 告訴各位就是說 要等拉回的買點呢 因為你是在等這根 周K線的黑棒 你在等 當他來了以後 你是不是可以進場 那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300萬的資金 在籌注股市的時候 跟著鎮華跟跟著一般的 投股市就是最大的不同 做多是有節奏的 他不是使命的 在這邊跟你喊多說 在這裡堅定做多 但你堅定做多 你手上的股票套著 你事實上也沒有錢拿來做多 對不對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所以經過2021年以後 你才會知道 2020年誰是死多頭 如果你2021年還是在用 去年的那種方法 包山包海 把每個龍頭股 每個產業當中的龍頭股 都拿出來各買一張 我上禮拜跟各位說過 你將會經歷人生當中 最痛苦的一年 你今年會非常的痛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這件黑棒是帶大量的 所以第一時間 直接越過的機率是相對低的 拉回來過程當中 橫向整理 來做一個 小碗碼壓機會更高 但是這件黑棒出來 也代表另外一個含義叫做 很多的股票它事實上 已經沒有辦法再創新高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出 第二個觀念 叫做個股跟季線的關係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這一點 你才能夠知道所謂的位階 因為今天的行情很簡單 它是一個高基期的位階 轉向低基期位階的一個概念 好 我們來繼續看 所以在家群的指數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句話記起來 分析我們要用長線看中線看短線 分析長中短 操作短中長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很多人是相反的 很多人是操作長中短 分析才是長中短 先從長線來分析 多頭的架構沒有失手 但是節奏必須買在拉回的黑棒中 然後你才在短線當中 去找尋下殺的買點 很多人是反過來 他追在哪裡 追在上個禮拜的高點 追 開工以後才追股票 追了股票以後 然後告訴你說堅定看多 因為在這個地方 美國在兩年之內 沒有升息的空間 對不對 國際股市在這個地方 只是一個震盪拉回 然後告訴你未來在這裡 還有一個高點可期 所以這個地方要堅定做多 我問各位 你套在這個地方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裡堅定做多 你整個就不對了 對吧 你應該是一筆錢 對不對 要麼你 假設你上禮拜有獲利了結 那鈴鐺別論了 對不對 你把錢拿出來 你在開工當天做個短 隔日沖掉了 但我記得很多股票 在開工當天是看到高點 就像我上禮拜跟各位講 對不對 記憶體的人都看得好 但重點是你能夠把上個禮拜 的一根黑棒給吞噬掉 對不對 今天有多少人在喊金浩克 有多少人 你知道 有多少人 底部不買 高檔猛喊 好 我們再來講 繼續 你把那根長黑吞噬掉就可以 我們現在來看 拉回很多股票都可以買 但你追高問題就很大 追高就變成你操作長中短 分析才是長中短 操作是短中長 操作是在短線當中找買點 你連短線都賺不了錢 你怎麼告訴我你長線會賺錢 對不對 很多人說我們要看長線 你連短線都賺不到錢 你怎麼告訴我你長線會賺錢 長線是怎麼來的 長線就是短線加短線再加短線 你層次會長線 你三個短線都不賺錢 你怎麼告訴我你長線會賺錢 瞎扯 對吧 不要每次講到長線 就把台銃搬出來當藉口 對不對 全世界每個人都可以呼嚨 只有一個人不行 就是你自己 對不對 你也覺得那種方法 如果能夠做得到的話 早就也成功了對吧 為什麼要跟著我 我們來看 同樣的做得多 首先我們最近增加很多新的朋友 在我們家族 在你加入我們的家族以後的 第一通訊息 我就會直接告訴你 我們要買進股票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急 這叫9點20分 廉價期間 國際股市是普遍反彈的 但是由於大跌後的第一天反彈 多半形成普漲 也就是好的壞的一起漲 這個時候最容易出現 假漲增跌的股票 所以先做續報 那新的朋友等候我們的通知 就是不要去追早上 幹嘛去追早上 尾盤沙西亞再買完全不是很好 同樣一張股票 早盤去追跟尾盤去接 命運大不同 有的股票差了多少你知道嗎 差了10% 有的股票開高沙西亞殺10% 殺到翻黑10%慢慢接 有的人說老師他藏黑棒怎麼接 不是高檔出貨量嗎 不是 當沖率高達40%的時候 很多股票開高走低 只是因為早盤的短多單 做一個停損賣出而已 古代的亮燈漲停稱之為可望再漲 現代的新潔 亮燈漲停隔天如果開低 代表怎麼樣隔日沖 古代的常商引線跟爆量長黑代表大戶出貨 有多翻空 現代的爆量長黑是消化當天的賣壓 如果隔天渴望吞噬黑棒的話 渴望背離再漲 這現代K線解讀跟過去是不同的 你要想看K線發明人到現在 已經經過幾百年了 應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 最早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當時是用來看米價 米價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不連續市場 什麼叫不連續市場 就是收盤以後到隔天早上開盤 中間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他一定有跳空 現代的國際金融屬於連續性市場 就是你收完盤以後也電子盤 所以他缺口很小 所以缺口的理論 事實上在現代也要被挑戰 這個東西很少要去教你 我是一個吹毛求知的基本教育派 我會去把 我是一個喜歡探究真理的人 我認為缺口理論 在現在這個社會 至少它的可靠度 已經剩下當年的可能一半不到 主要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現代的缺口 它會在電子盤當中 多空做一個重新的反應 對不對 你好比說你要愛大跌的行情 電子盤已經先跌了 那你缺口就自然就變小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幾個重點 強勢的股票還是最強 我們看金利科 X86架構的處理器設計 我們看到很多股票 事實上要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上禮拜在大跌能夠收紅的股票 今天行情沒有辦法創新高 可是可以創新高股票 基本上它代表是這一波的資金 有機會接收這一波資金 就接棒演出的意思 那麼我們今天為了要解釋這個現象的話 我們要來教各位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 我們常講N字突破 像這個就是一個N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N字突破 這是一個N字突破對不對 那你一定聽過什麼叫做波浪理論對不對 其實所謂的波浪理論 就是兩個N加起來 再加一個N 稱為波浪理論 波浪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拉回來的第四浪不能夠 跌破第一浪的高點 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 就因為這裡已經有一個N 這裡再一個N 你中間這個是主身段 因為它是兩個N加起來 中間這段是最長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裡再配合 軍縣來幫各位做使用的話 因為你會特別容易掌握到買點 因為你會覺得說 拉回來過程當中 你不知道這個N的買點在哪裡 那如果你拉一條季線來看的話 所謂的第一浪就是 穿過季線稱為第一浪 回側季線稱為第二浪 再創新高是主身浪 拉回來第二次碰到季線 通常是第四浪 通常 那第五浪有過高有不過高的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多空循環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看出來 什麼叫做位階低 就是剛剛站上季線的位階是最低的 回側以後的買點可以買 但是相對來講 它的位階不是屬於低的 你在主身段的過程當中 距離季線非常遠的 這個就是管理最大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拉回的力量 其實放租全球四海皆準 不管你拿這一套去看三星也好 或者是你來到美國去看特斯拉 你去看蘋果 你到香港去看騰訊 你到各個國家 你看到這股市都一樣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你我們來看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的起身段的主浪在哪裡 第一個越過季線的又在哪邊 就這邊嗎 對不對 是不是235越過去的時候 所以你上去以後 是不是有一個回踩 回踩 它會跟季線交錯兩次嗎 這台積電 有沒有 因為它夠強 所以它指數不拉回 它是屬於 股價不拉回 季線去追著它 那我們來看它的走勢 是不是就像這樣 了解一下 沒錯吧 你是有一個第一次站上跟壓回 同樣的你可以看 所有的股票 我們看OTC的 比方要換球晶 對不對 它站上去了以後 它在這邊整理了這麼久 心不甘情不願跳空兩根 然後再回來踩一次季線 實際上真正最營養的 大概就這一個月而已 所以你在這邊做都浪費時間 完全是浪費時間 我們來看 所以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做這一段 我們要去做這一段 對吧 你說 會不會是因為這些股票 它的 法人的色彩比較深 所以股價中規中矩走 那我們來看幾隻最標的 合一夠兇了吧 你看一下去年的合一有沒有 這裡幫我放大有沒有 放不大這樣也可以看 這裡就是第一次站上季線的時候 沒錯 沒錯吧 它是不是做一個回踩 好 那我們來看全圖 它的第五量是失敗的 因為它回來撤了以後 這邊有一個回來季線 高鐵沒有過 現在又重新站回去了 所以你可以說去看的話 這個就在這邊 只是它的高點沒有過而已 有沒有 所以做股票一定要買什麼地方 買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三個點 那現在的道理就很簡單 既然大盤在震盪的過程當中 它是漲多的要拉回 新的股票要上來 你就 就開始把資金網 剛要起漲的股票移動就好了 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問題 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西藏是不是破了季線 破了季線 破了季線站回去今天才開始找 我們在採季線是哪一根 就這一根 上禮拜五 你自己看 這不要 我沒有在跟你講 我不是在跟你 我們不是在跟你講一些什麼 很玄奇的事情 事實上這是一個 非常經典的邏輯 所有的股票幾乎 都套用在裡面 你的架構一定是清楚的 股票一定是漲 剛剛站上季線 拉回來回踩 主身段 最後看你要不要走第五浪 幾乎 那麼 當你走完了以後 我說什麼時候最危險 當然就是出現 你季線彎頭 你下彎就結束了 你只要一下彎 你就要整理很久 對不對 你只要一下彎 你就要整理很久 所以你不會去碰龍股票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 你看 西藏回測季線 扁在這裡 有沒有 是不是第一次站上去 拉回來測一次 咖啡色這一條有沒有 那你如果要抓得更仔細一點的話 然後回測就一定可以買嗎 不一定 你可以抓回測之後的第一個日出 因為你有可能測到這裡 有沒有 你有可能測來這邊日出 你也可能測到這個點才日出 所以測的動作你可以準備好 日出的時候做進場 那這是不是就分析長中短 接下來我們來看產業 因為光看線型不看產業 還是沒有辦法抓到當下的主流 現在來講幾個最重要的 汽車一定最重要 這個東西我講半年了 對不對 所以你在汽車當中去找這個族群 效果會更好 今天我要來告訴各位 其實很重要一個重點就是說 很多你在高檔的股票要賣了 因為現在很多的股票 它是在這個階段 你要賣了 要不然的話 都是拉回來測季線 好 那我們在第一段廣告之前 再來補充一個 叫做生技股 你看生技股現在是屬於 這個位階的哪一個位階 用我剛才教你的東西 你把它套上去 股價跟季線的變化 生技類股大概維持一天一檔 站上季線的速度 所以第一季渴望大部分 都站回季線上方 大概維持一天一到兩檔 站回去季線 因為我之前跟坤說過 生技股要靠整個族群 直穩轉強 對不對 然後到了這個財報要公布的密集期 大家都準備掛了對不對 這個就有機會起來 你看今天又回去一檔大疆 老師你看有上一線 無所謂 我告訴你 這都還不是最好的買點 你現在生技股就隨便它去亂 他們現在的目的是要 站回季線 這個就夠了 站回季線 打穩這個季線 大概一到兩個月 你現在就隨便它 他們就慢慢一支一支上去 有沒有看到 一支一支慢慢上去 上禮拜我跟各位講過 很多都講新藥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這個是新的 剛解幫成功 所以泰福走勢就是比 其他幾支新藥來的強 但你看他走勢 他也是一樣剛剛上季線 都是剛剛上季線 對上禮拜我跟各位預告了 你看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季線的下方 剛剛上去 對不對 剛剛上去 我們就先來告訴各位這個重點 好 我們第一個階段 先跟各位講到這裡 稍後一下回來 在呼吸 呼吸之間 感受 對全境空氣的堅持 用心傾聽 每一寸土地的聲音 開啟無限有序的未來 Panasonic空調 守護家人 美好無息 因為有你 吹動台灣永續向前的力量 Panasonic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神呼呼 取得基本面 到深夜市旁邊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大家好 我是醫師 我與病人一起面對疾病 捐血 這樣無視助人的行動 正為他們寫下一頁頁 新的人生篇章 我是姜溫俊 希望你成為下一個捐血人 這個很薑 聽我老公 配那個配方 我自己買老薑 買黑糖 買蜂蜜 吃麵粉 不吉桿 那香氣就是很香的薑味 你再給這個麵包師傅 對 我有愛情也有麵包 好會薑啊 說說我們晚上六點 全面金工業 這是能代表我生命的子 都要派 我求你 以我的名義 去天群回城 替我見了個雞太子 你要我冒充你 叫我話說 大皇子 別在咱們 武洲聖子面前 吃了面子 你終於來找我了 你怎麼知道 我這日夜都在想著你 從來沒聽過 我告訴你 你後不許 什麼都不說 你就走了 我答應你 周一之真武 晚間十點 胡陽 我這些村民 為何無故抓狂 他們都中了一種毒 是蘭玉簪 這毒是在下送 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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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也不是朋友 既然被我抓的 讓我去官府吧 為何要騙我 袁姑娘呢 讓你去找他 蘭大人中毒了 大人要是暗死著良 毒發加速怎麼辦 你警察幹什麼 我給你一次機會 帶著大飛的時間 爬過來 周一至周五 關鍵八點至十點 絲絲皮拔潤後堂 簡易之下 好 那我現在來簡單跟各位說一下 所以剛剛跟各位分享這個過程 大家想一下 目前的生計股大概在這裡 新的汽車股在這邊 舊的汽車股在這邊 舊的汽車股在這邊 被動元件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開始跟各位講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全面太舊換新 那像汽車族群來講 我就跟各位講的 它其實呢 老的汽車長多的汽車 它實在不太動了 它反映的是新的汽車 那就是因為位界的不同 那這個部分的話 跟你第一季的營收 還有這個EPS有很大的關係 好 首先我們來看 上禮拜跟各位講軍心 有沒有 齒輪大廠軍心 那1月單月的EPS到1塊1 直接兩個跳空 對不對 那季線在這邊 所以它只是拉過來的第一段 乖離 第一段乖離 上季線之後的第一段乖離 對不對 邏輯上沒錯吧 所以它應該是這一段 好 那我們來看 你就是要抓到這樣子的一個邏輯跟股票 那我們來看沁騰 對不對 汽車避震器跟煞車系統 這條是季線 剛剛跌穿了以後 第一次站上 那我們來看它一個中繼在這邊 沒錯 事實上它也上來了 這些都是屬於剛剛上來的 那我們以普城來講 普城比較例外 普城它是因為前波就有在漲 但是它股價比較低 它不是那種兩三百塊的 所以它這一輪中繼以後 它繼續在漲 那我們來看它加零 加零這就不一樣 因為它漲比較多 所以它在這個位階 就有一個震盪的壓力 可是事實上 它震盪的壓力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明顯的去跌破上升續距線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什麼 它在主身段的行徑中 它還在行徑之中 還在行徑之中 行徑之中 當然就是趁拉回還有機會 不過相對剛剛起漲的股票 就不一樣 我們看維生 去年幾乎沒什麼漲到對不對 可是它現在告訴你說 拿到美國電動車 校車的訂單 這個大單讓它直接 站回季線的上方 你若是站回季線的上方的話 就會變成什麼 剛剛上去 對不對 剛剛上去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像松翰有沒有 像它就是跌穿的季線 在季線的上方拉回來 走低段 事實上像松翰這種股票 它是已經走完這一段 又重新走第二個循環 重新走第二個循環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幾個 比較重要的 今天當然就是大同了 我們來看它事實上 在宣布要來研發電動 跟喊化跟鴻海來合作以後 我們看包括菁英今天也在創新高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其實汽車族群當中 汽車零組件 其實很多股票 它事實上在這一輪 已經漲多了以後 高檔已經出現一個賣壓 可是你會發現到實際上 今天早上還有買盤進場的 都是去年沒有漲到的新汽車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要找位階 在這裡的汽車族群 所以賣掉舊的買到新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趁著這次拉回 我們就來帶各位布局新的股票 認同我們投資人 歡迎撥電話進來 跟我們聯絡 我們明天帶你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來看 Mirror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香港人的財務 大限公司 我會選擇 拿到其他財務 回呈 88 啊 那 現在 王